市長帽子在一張 好,天 德商旗下的開發公司 要在東北海域 就是新北跟基隆外海的 北方三島 要來開發風力發電 這個面積非常的廣泛 如果將近一千平方公里的面積 做了風力發電的設施之後 那會嚴重影響漁民在作業的行行 或者捕魚的作業性質 所以陸續我們看到這個問題是相當的嚴重 如果是選擇在漁獲量充裕的這種海廠來進行風力發電 除了環保上的問題之外 對於漁民的生計影響非常的大 尤其我們宜蘭縣的漁民 很多的漁獲也都是在這邊來做捕魚 做作業的一個範圍 這個場域佔了台灣近海漁業三分之二的漁獲量 所以這麼大的漁獲量對我們來講 不只是漁民它的生計問題 對我們一般民眾 我們的縣民國民來講 也都是造成很大 在食安或者以後 我們要有這種充裕的漁獲採購 也都會相帶很好的關聯性 所以我們具體建議 這個經濟部在審核這個要件的時候 一定要非常的嚴格 所以我們也近期將 我們這些漁民團體的聲音 會整之後也呈報給中央 經濟部這邊的立場是說 它不能拒絕民眾或者開花公司的一個申請 但是在一個漁獲量非常充裕的一個海廠 他們不會貿然的一個核准 所以在這個部分 我們的立場就是說 這個反對 這個開花公司 在我們這個漁獲量很充裕的海廠 來進行風力發電的一個設施 應該請它另密他處 再找其他的地方 適合做風力發電 不會對環境衝擊有很大的影響 也能夠讓它在於立能的產電上面 做最好的一個供應 在這個相關的結合上面 東北的海域是非常不適合 所以在這個部分 我們也匯集漁民或者民眾的聲音 會積極在跟中央做呈報 在這個部分 我們也相信說 中央政府一定會站在漁民的立場 站在民眾的立場 跟我們一樣來進行這個案件的審核 當然我們希望呼籲 這個德商的開花公司 就打斷在東北海域 這個施作風力發電廠的一個念頭 趕快找其他比較適合的地方 來做興建 也能夠綠能的供應 跟漁民的生技相互的雙銀搭配 這樣子也能夠讓台灣的一個電力供應系統 及漁民在於生技方面 及我們民眾能夠採購到好的這種漁貨上面 來相互平衡的一個發展 我們吳哲哲政維也是我的老師 也特別回來宜蘭替這個沖淵加冕 所以他加冕以後在任何的公共事務思考上面 不能單單以宜蘭市的角度 作為這個要這個推動 或者公共政策連結的一個部分 要用全縣的這個思考角度的視野 去看待以後要發展的一個方向 所以在於這個我們宜蘭縣漁民 這個長期在東北海域作業 這邊是他們的生技來源 所以我們也予以關心 這個不只是這個漁民 也是我們全體縣民的事情 所以在這個部分我們認為說 我們的立場要非常的清楚 在整體宜蘭縣發展上面 能夠結合我們的共識 來跟這個我們的立場出發點 來做一個目標的一個達成 所以在公共事務上面 我們不止於 許限於宜蘭市的公共建設 或者公共議題 我們會以宜蘭縣的角度 來看宜蘭縣整體發展的未來方向 OK 好